市長早餐會報 現在會議開始 每三個月基盤一次的中台灣三館市集團早餐會報 今天是倫教由中法官來基盤 100年就最後一次的會談 台中市長黑志強因為要出席台中市議會中這孫 所以改派副市長創拔君代表參加 我們很高興看到大家 我們的中山頭三縣市的早餐會報 能夠針對區域發展的方向 還有跟地方溝通協調問題 還有像中央爭取地方的建設 以及各項的招商公司的機會 已經成為一個很重要的溝通的平台 每一次的首長可以提出希望台中市的規劃 不要說台中市都做得好 我覺得總統老闆老闆應該一起來 對 能夠把像台中市的那個台中港 還有航空站 還有捷運高鐵 都做三縣市能夠聯合起來 我們中台灣的產業聯合 三縣市這個會報 可以稱得上是在區域治理當中 一個最佳的典範 所以我們很期待說 能夠透過這樣的一個 這個會報 來共同促進整個中央地區的發展 在中央館長都配慣的主持下 過重也是再度占對東台灣三館市 不僅最終時的台中 這個運動交通問題來進行討論 關於南投 南投的捷運的部分 當我們開其中 局限的其中報告的時候 經營台南線政府的參加 他也給我們很多的寶貴的意見 我們會納入未來的 一個期末報告的一個參考 郭光平堅持要就證 古建的就證村 堅持要就證 不過什麼的 這個民族的不重要 比較方便最重要 當時在審查 中央在審查 多是我們現在的出席 但現在彼此都是 上網 撫留在做好 撫黃這邊的 他會做 所以這個拜登台中市 再來上去 但是我們市長 非常的願意來支持這個變色 所以他已經同意 編列用力 可以更用力在台中市 所以不用力被 同意來的7500萬元 未來的編列 所以我們這個會積極來併動 在臨時董議報告 管治理條件 提出了三館市合辦 國際式農業保安會 建議 在這裡兩位管治首長 以及在這裡 官員的一致進黨 在這裡我們建議一項 就是中台灣中張頭 三縣市可以來辦一個大型的農業 國際農業博覽會 這個初步大家都非常同意 希望三縣市農業都非常發達 來辦一個大型的國際農業博覽會 來幫助我們的農民 消消所有農產品 這個我們已經達成共識 在台灣三縣市的三難題 每三個月的市場的收集集集集集集合佈 已經基本了五年 通過這個前面的覽程 三縣市的收集集集集集集集合� 卻會以團結力量 臺度大臺區的民眾 向中央成立更加多的建設更好利 至今本來的蔡鳳寶都